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衝刺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赫流 山田木華的白雪 大風刮過的草原 飛沃入眠的綿綿 是与你有关的梦言 无尽无边的深渊 渐渐浮现你容颜 不知所起的情愿 不尽一切绵延不绝 是谁先休闲 还我一世周全 不明生死都看淡 却为你心慌一乱 原来风月又变 我每个灯台的终点 平无尽走山越 千万里穿过 未停歇 原来星河无边 都落在你的月 沉着你手的时间 最值得眷恋 就按太宰的意见处置吧 是 陛下 还有事 是 关于新天建主事白鹿 怎么了 最近朝中颇有些风言风语 官员们议论纷纷 说这白鹿明明就是 星汉大典上刺客的帮凶 众目所见 铁正如山 可白鹿未被加以急刑 反而无罪开示 官复原职 实在是令人不解 众目所见 未必铁正如山 陛下的意思是 此次有人 于星汉大典上行刺阵 这件事 是白鹿向阵首告的 因此朕得以提前布置 将贼人一网打尽 星汉大典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有了 作为太宰 心胸应当开阔一些 陛下所言极是 今日我还因筹备圣寿劫一事 专门派人向秦天剑讨教 白鹿怎么说 白主持他不在 说是奉旨办差去了 啊 奉旨办差 奉什么旨 这微臣就 这里的花纹质礼破碎 也不知道拼起来究竟是什么 一队 南宫附近搜索 出发 是 谢将军 谢将军 白主持去了何处 我 奉旨办事 宫里出了什么事 奉旨 方才陛下令禁军出动 四处寻找白主持 找我 不能啊 我去见陛下 白主持 太子 似乎正在和陛下一事 多谢将军提点 陛下 都这么晚了 白主持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宫里头能出什么事 哦 对对对 陛下 擎天见主持白鹿觐见 陛下 跑哪儿去了 你不是说 进宫来见朕吗 朕就是给你拿来扯谎用的吗 我没有啊 我没说要来见陛下 我是去南宫办事了 好 想必是某人进禅言了